刚在华尔街日报周末版看到一篇挺不错的文章觉得很值得分享 这个作者是叫杰森盖伊 他其实是一个体育内容的写手 是一个体育专门作家 主要是给华尔街日报写东西 他的文章的标题叫做 The Quiet Joys of the Very Very Early Morning Club 翻译过来就是非常非常早的起床的那拨人 他们所享受到了安静的快乐 他文章一开头其实就把我给吸引住了 他说I'm writing this column at 4am but 然后说了一堆 这个作者非常幽默 所以他后面说不像你们想象的 我是在什么酒店啊 什么西装革履的抽着雪茄 在这写作啊 像是一个什么时髦的作家似的 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的原因呢 是因为昨天晚上睡得太早了 给我的孩子读完书 大概在9点左右 我就困着就睡过去了 我自己现在也是4点就起了嘛 所以看到这我就觉得很有共鸣 然后他说的这个 他晚上睡得早 晚上困得早 跟我对我来说也是这样的 当然就是早起 有一个前提 你就确实就得睡得也得早 早睡早起 我注意到他在说自己睡的时候 他说用了一个词叫做pass out 这个pass out 就是可能困得受不了了 就这么睡过去了 这么一个意思 挺生动的 然后他说 在过去的两年中 他加入了一个新的俱乐部 俱乐部就是club了 他把这个club的名字叫做 The Very Very Early Morning Club 后来我搜了一下 我发现他说的这个 The Very Very Early Morning Club 可能就是他的一种 开玩笑的一个说法 并不存在一个这么的 真的这么一个俱乐部 但是呢 Amazon上有一个 非常知名的 评分非常高的一本 其实也就是四年前 三四年前才出版的一本书 叫做早晨五点俱乐部 拥有你自己的早晨 提升你的生活 这么一本书 评价都超过了一万五千个 几乎五星吧 4.6分的一本书 因此也许 受这本书的启发 很多人可能就像这个作家一样 他也很多人都加入了 这么一个早起的俱乐部 不过这个作家也说 他早起的原因 可能跟很多其他的人不太一样 很多人可能是因为工作呀 不得不早起 而且是起得非常非常早 他主要是因为 他有两个非常小的孩子 然后又在这个疫情当中 他必须要想个办法 他必须要figure out if I was going to continue to be productive 为了能够继续的高产 高效 他该怎么办 然后他聊到睡得晚 曾经是他年轻的时候的一个能力 睡得晚呢 是英语叫做stay up stay up late 年轻的时候 这是毫无问题的 out of the question stay up late is out of the question 然后那个时候啊 吃点东西 晚上9点 还喝一杯 含糖量比较高的饮料 然后坚持到 看什么11点的 晚上11点的新闻 都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现在呢 stay up to watch the 11pm news is like asking me to climb k2 k2是一个雪山 所以现在 要 要坚持到晚上11点 看新闻 有点像 有点像爬k2雪山 这么艰难 然后他也提到 美国人都很爱看的这档 叫做saturday night life 简称叫做SNL 八卦娱乐 搞笑的节目 那他肯定是 意思是 他是看的 但是他 他都不知道 这档节目还真的是周六晚上播 也许他肯定已经都习惯了 不是在直播的时候看 所以都慢慢的 都已经没有意识到 这档节目是在周六的晚上播出 然后他提到自己的脑子 在下午 我差不多过了一半的时候 就是一团浆糊了 他用的是叫做fried 这么个词 然后这个下午 超过一半 这个用词叫mid afternoon my brain is fried by mid afternoon 这个感受其实跟我也挺像的 我其实早晨的时候会喝咖啡 上午喝咖啡 但是一般到十一点之后 就不敢再喝了 要不然会影响晚上的睡眠 所以到了下午 我脑袋真的是 做不了什么特别 需要周密考虑的一些工作 只能够健身跑步 然后你看作者在这里 用的是什么说法 他的文封是一种比较幽默的文封 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他说 anything I write after 1pm looks like a ransom note written by miniature horses 就是他所有下午一点之后 写的东西 都像是随手 这么胡乱的 而且不是 随手胡乱写的东西 而且还不是人写的 是马写的 然后他提到早晨四点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at that hour I'm sharper sharper这个词用的是非常的好 形容自己的精神非常好 头脑敏锐 sharper 接下来他也不忘了调侃一下 同样也是会在四点起的 另外一拨人 就是那些企业高管们 executives 他说这些executives 他们起来是 for sunrise yoga 有些人确实是爱秀这种场景嘛 就在这种出生的阳光下 练瑜伽的 哎呀 这种高端大气 上档次的体育运动 一般就是这种 executives 企业高管们的 然后他怎么形容自己的 这个早晨起来干嘛呢 他说他是这个 wonder into the kitchen make coffee and plop myself into a chair and type nonsense verbs at a keyboard 冲到厨房 作为咖啡 把自己塞到椅子里面 开始在键盘上 敲打那些名词和动词 就是一个作家的一个生存状态 然后他说到这个状态的很多好处 比如说他的房间非常安静啊 世界也很安静 他的大脑也非常的安静 安静 他用的是quieter 更加安静 这么个词 然后接下来这句 我挺喜欢的 是叫做 nobody's reaching out to me at 4am 就是没有人会在早晨4点的时候 来找我 这个叫做reach out 别人reach out to you 然后他还描述了一个 在这种时候 唯一的有的一种声音 是什么呢 就是这种叫做low hum of the refrigerator 就是冰箱的滴滴的轰鸣声 这个确实也是这样 我早晨也是 唯一需要去忍受的 就是这种冰箱的轰鸣声 但是当你特别沉浸在工作的时候 不太注意得到 甚至像我录音 这种轰鸣声 也不太是一个噪音 也是可以在后期的时候 被做掉的 所以完全是OK 然后接下来 他算是总结的一句话吧 就是 这个早期的最大的优点 就是 this block of time belongs to me 就这段时间是属于我的 他不用去准备孩子们的 要带到学校的午餐 也不用去收拾那些乐高寂寞 被各种什么 social media信息所绑架 kidnapped 但是呢 他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他不能够有制造出太多的声音 就是行动得轻缓吧 他还提到了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当你起得很早的时候 你就得上午的某时刻 你就会想到要吃午饭了 就饿了吧 然后到了下午中间的时候 你又想着要吃晚饭了 我也有这样的感受 但是 其实我后来结合了一些 比如说叫做 intermittent fasting 清断食 我把我自己的一天当中进食的时间 控制在 早晨的八点到下午的四点半之间 八到十个小时的 有一个进食的时间 然后在这段时间之内 吃的比较多 要比较频繁 然后就不会有他所说的这样的饥饿感了 当然了 在一大早起来的时候 我只是喝咖啡 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就算是fasting了 那我那段时间会有一些饥饿感 但是 我自己认为这是比较健康的饥饿感吧 而且我会用水和咖啡 来抵御这种饥饿感 还好 不是那么 完全抵御不了的 然后他也说 I find myself craving a nap 就是需要小睡 craving a nap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 特别是当吃完饭 吃完饭的时候就会比较累 因为这个时候血液都流到消化系统 都在消化系统当中工作 所以大脑可能处于 短暖的缺血缺氧这样的状态吧 所以就会 crave a nap 但是吃完饭的时候就休息休息 就nap一下不就OK了吗 当然了他可能因为需要照顾孩子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 孩子都不能上学 在家里头得大人照顾 所以大人想 crave a nap 这是有点困难的事 还有他提到说 If my wife wants to plan a dinner with friends I have to prepare my body like an astronaut 这就是说 因为他老婆需要组一个饭局 在家约几个朋友一起吃饭 这个时候就有点麻烦了 你就得调整自己的饮食的这个schedule 但是呢他说 It's worth it 这值得 It's worth it 并且他甚至还在想 Do I dare join the 3am club 我是不是还能够考虑加入早三点的俱乐部呢 能够起得更早呢 然后接下来他也提到说 这个早晨的这段黄金时间啊 他们ends quickly The very very early morning ends quickly 很快就结束了 确实是到七点啊 房子里就 他这个说的也很幽默 This home is a hurricane 就这个房子就要遭遇到热带风暴了 但是他的孩子们最近开始喜欢上 要听着一些歌曲 有带节奏的这些歌曲吧 来穿衣服 get dressed 那就简直就闹腾的不行了嘛 然后呢 还有很多事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There are lunches to be made and book bags to be packed and at least three things we forget and scramble to do 有午餐要做 有书包要收拾 并且有三件我们会忘了的 然后急急忙忙去做的事 要去把它完成了 所以这就说的也是挺幽默的啊 就是不是说还有三件其他的事 他说的是三件我们忘了 但是会去急急忙忙去做的事 你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 但是反正就是那种感觉 那种状态就一下出来了 然后他说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 is a blur 就是含含糊糊糊 模模糊糊糊 你都看不清楚的那种状态 根本就可能也不重要 都想不起来 blur 这个词用得真好 但是 I'm okay with that 我还行吧 因为什么原因呢 因为 another very early morning awaits 另一个很早的早晨 还在等着我 然后这篇文章就结束在这了 我看了一下 大概有四百多个 现在 截至目前两三天以后 有四百多个网友 有一些反馈 很有意思 有的反馈被点赞的挺高的 我也觉得挺有共鸣的 比如说 有一个人说 他说 the only plausible and acceptable excuse for being a member of the 4am club is being old 大家意思就是说 我觉得 唯一的值得 认同的和可以接受的理由 就是为什么起这么早 四点就起来 是因为 老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说呢 说的太对了吧 我其实之所以起得早 也是因为 身体是 哎呀 说的残酷点 就是 进入到了一种衰老的状态 慢慢 在衰老 所以呢 需要起得早了 准确的说是 你需要睡得早了 然后就不得不起的早了 然后还有一个网友说的 说他爱人是早上四点起 因为他自己有一个诊所要打理 所以要起得早 他的精神头比较好的时候 做事比较清清楚楚的 然后呢 他呢也有一阵 也跟着他就四点就起来了 后来他爱人就跟他说说 哎 我们商量一下吧 你能不能就 就是别起那么早了 他说的是 she would rather spend that time alone in quiet solitude 就他爱人 希望是自己一个人 来享受这段安静的时间 所以这个网友最后 又退回到了自己原来的起床时间 也就是 其实也是六点或六点半吧 也还好 所以他就给了自己爱人 两个小时的 自己的安静的时间 然后他的回复下面 就又有人赞 说这个网友的这段表述 让他有了一个 sweet glimpse into a strong marriage 让他看到了 为什么有的人 婚姻会那么的强悍 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吧 说是 a lesson in communication and compromise 说这是一个有关 沟通和妥协的一堂课 说我们 need to be alone at times 我们有的时候 是需要独处的 and respecting each other in partnership 就是在我们这种 亲密关系当中 需要对彼此的尊重 我觉得这个说的是 真的是特别的好 好吧 这个文章就分享到这儿吧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 能够也像我一样 也像这个文章的作者一样 在早四点俱乐部当中 畅快地驰骋 文章的作者一样 就会有什么 我们下期再见